- 沛力Wars 模具入門篇 - 夏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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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沛力Wars 模具入門篇 那今天因為是一個模具的入門篇 關於模具的話,因為它這邊的領域是非常廣泛的 所以這一次的入門篇會以我們使用模具建模 建立出像這樣子的一個上下模,就是公模模 先做出這樣的樣子出來,先讓大家去熟悉這種感覺 所以在介紹跟教學的過程中會忽略一些拔模角 這邊各位就去留意一下 我們這一次最主要就是運用模具的建模 建立出分模線、分模面以及公模模 這裡詳細的後續會再來做講解 所以這一次所介紹的是這一部分 其實模具它其實還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做的 這邊我有在總結的時候再來說明 那我們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在進入模具教學之前呢,我們先要先了解一下它的環境的介面 那首先呢,我們在還沒有使用過模具建模這個環境的時候呢 我們該怎麼去進入以及觀看這些指令呢 那這裡呢,我介紹三種方式都可以看到 第一種呢,我們從最上方列這裡的插入 裡面有一個模具 點開來之後呢,我們這裡就會看到模具的指令以及說明 這是第一個方式可以看出來的 第二個呢,我們從上方列的空白處按下滑鼠的右鍵 裡面呢,我們找到一個模具的工具 我們把它點開來 那它就會顯示了這個模具的指令列 這樣子一樣我們可以看出來 接下來呢,我介紹第三種 我們一樣從最上方的工具進入自訂 進來之後呢,我們會看到上面的標籤呢 它會顯示一個模具工具 我們就在模具工具的這個地方呢 按下滑鼠的右鍵,顯示標籤 那這樣子呢,它就會把這個標籤呢,顯示出來 像這樣子我把它點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就是模具的指令列 那這裡呢,是因為還沒有進行一些草圖以及其他的特徵 所以這邊呢,是還沒有辦法去點選的 那這裡呢,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把這個工具列呢,給它顯示出來 或是怎麼去運用 先給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正式進入模具建模 那大致上做完之後,會像這樣子的形式 那我們該怎麼去做呢 首先我們先要了解一下 就像前言所說的 因為這裡呢,是模具的入門篇 最主要是要讓大家清楚說 模具建模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這個單元都會去忽略的拔模角 因為這邊呢,最主要是 我們該怎麼去把公母模給它分出來 所以這裡呢,會忽略 那各位要去注意一下 那這裡我主要把它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個呢,要先做出一個分模線 再來呢,要封閉曲面 把有洞的地方給補起來 接下來呢,就做出分模面 最後再做出模具的分割 那這裡呢,要怎麼做呢 我先來做講解 那首先我先把這些隱藏起來 好,那假設呢,一開始呢 我們是拿到這個板手 我等一下都會以這個板手來做示範 那一開始我們該怎麼做呢 第一步呢,我們需要先做出分模線 那這裡呢,我們從上方內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分模線的指令 我們直接把它點進去 點完之後呢,它這裡會顯示說 我們起模的方向 那這裡假設我要以上下模來做 開模的動作 那這裡呢,我就點這個 給它參考 那這裡呢,就是 拔模角 那這裡呢,我以零度來做示範 那這邊就是主要是要讓大家進入 所以會用這種方式 那這裡我就是公母模的分割也把它打call 那直接按拔模分析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那我也一樣把分模線給它打call 那這裡呢,它這裡算是一個自動選舉的 但是它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的面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看起來呢,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我們這邊呢 直接把它刪除掉 我們以手動的方式呢,選出我們的分模線 好,那分模線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上下模分離之後呢 它所會結合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分模線 就是我們要從哪一個地方呢 把它分開來 那這裡的話,我以藍色這個部分 像這裡 它是一個封閉的曲線 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選舉起來 那這邊先讓各位去嘗試跟了解一下 我就來選舉一下 快速的把它選舉起來 好的,那我選舉完之後呢 我就直接按打call 它就會把分模線給做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這裡藍色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分模線 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 好,那我們第一步呢 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第二步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封閉的曲面 那這裡的意思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物件有洞的地方 給它補起來 這樣後續呢 我們才可以做模具的分割 那這裡呢 我以這個有洞的來做示範 那如果你的物件 練習的物件 或是要開模的物件呢 是沒有洞的話 你就可以省略這一部分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囉 我們從上方列這裡呢 我會找到一個封閉曲面 我們把它點進去 那這裡 一樣它預設會去自動去選舉 那我們要看一下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 像這個也不是我們要的嘛 我們是要把後面這個梅花的洞呢 給它補起來 那一樣 把它全部全全之後刪除 那這邊一樣手動去選舉 那我就快速的把它選舉一下 像這樣子選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把它做出來了 我們看到 這裡呢 已經被封閉起來了 那這樣子呢 就很輕鬆的把它做完了 那第二步呢 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第三步呢 就是要做我們的分模面 那我們剛剛第一步呢 有做的分模線 只要有分模線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分模面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從上方列這裡 會找到一個分模曲面 我們直接把它點進去 那預設呢 它會直接選舉 我們剛剛所做的分模線 那選完之後呢 這裡可以去設定它的距離 我建議各位可以設定大一點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分模面呢 主要是要來切開我們的公模模 就是從這個地方去分割的 所以我們的分模面 一定要大於我們模塊的大小 這樣子才能做的 或是你要再大一點點也沒有關係的 它超出模塊都是OK的 就是要超出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就直接按打勾 那其實這樣子 我們從剛剛的分模線 封閉曲面 以及分模面 都是很輕鬆的 就把它做出來 其實不會太困難的 那第三步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等一下就要進行 模塊的分離囉 再來呢 我們就要進行模具的分離 那這邊 一樣我們就找到指令列 這裡有一個模具分離 把它點下去 點完之後 它會要你選擇一個基準面或平坦面 我們就選擇這個分模面 點選完之後呢 先正式於這個平面 那我們就直接畫出我們的模塊 那看你的模塊要長什麼形狀 大部分呢 都是一個矩形矩多 那我們就把它畫出來 那模塊呢 一定要大於我們的物件 然後小於我們的分模面 那這裡我們如果剛剛 分模面是做得很大的話 那這邊就是 比較不用擔心 是不會超出它的 那就是我大概施一下畫完之後呢 直接結束草圖 那這裡呢 它預設的模塊尺寸就會看出來 那我們來移動一下 那這裡呢 就是上面這個部分 我假設是15 下面 好 就假設是20 那這裡呢 它會自動去選取公模 母模 以及分模的曲面 那這樣子大致上已經做完了 我們就直接按打勾 按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它做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看不出來 其實它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還要運用到一些 移動的方式呢 把它做出來 就是一個多本體的技術 那這裡呢 我來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曲面本體 把它隱藏起來 這邊已經不需要了 就把它隱藏起來 那這裡呢 我也會讓分模線隱藏起來 也已經用不到了 就把它隱藏起來 那再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 到 我會到直接編輯這裡呢 去移動 複製本體 那你如果這一塊 還不太熟悉 不太會使用的 你可以到 影片底下的 多本體技術那一塊呢 會講解到 怎麼去進入這個指令的 那我就直接點選它 那我們選擇了 上面這一個 模塊 直接把它移動 我就這樣子把它移動出來 那這裡我沒有勾複製 所以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 我再把我的物件 移動出來 這樣子也是OK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呢 我們就看出說 上下模已經被我們分離出來了 OK 這樣子很輕鬆 我們就可以做出了 模具建模 其實它是不會太困難的 那當然這邊呢 你也不一定是用這種方式 你也可以用旋轉的方式 把它展示出來 像這裡 假設我不要用移動的 把它回到0 我是用旋轉的 那我就把這裡打開呢 假設我要參考的地方是這條邊線 我就選這條邊線 我去設定角度 假設是150度 假設是150度 太大了 小一點 像這樣子 我直接把它打勾 我們來看一下 那用這種方式來呈現呢 也是沒有問題的 是用這樣打開的方式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再來呢 我來舉兩個範例來做解說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細節的部分呢 我就不會再多做說明 如果還不太熟悉的呢 可以往前面的單元去觀看 看那個版首的示範呢 會比較有詳細的解說 那這邊呢 我就是以回溯的方式呢 跟大家做說明的 那像是這裡呢 有一個齒輪 那這個要怎麼去做分模呢 首先呢 我一樣先做分模線嘛 分模線呢 它就會把它選舉起來 像這裡 我把它顯示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選完之後呢 我再做封閉曲面 我把這個洞呢 給它封起來 封完之後呢 做一個分模面 那就是直接做出來 分模面 這邊我把它顯示出來 各位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像這樣子 那做完之後呢 直接做模具的分割 其實都很輕鬆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移動出來 像這樣子很輕鬆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這裡我再把它隱藏起來 那這邊呢 就給大家去做個參考 像這種方式齒 齒輪也很輕鬆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我給大家看一下 上下模 它是長這樣子的 那這邊呢 是這樣 好的 那我們再來進行下一個示範解說 像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輪軸的部分 把手輪軸的部分 那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自己做一個分割線 來當做分模線的 像這裡我就用這個方式來示範 我先自行割出這一條分割線呢 那主要就是要來當我們之後的分模線 給大家看一下 那分模線我就選取這裡 我讓它顯示出來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分模線 那這裡呢 有幾個洞呢 我需要把它用封閉曲面把它封閉起來 好 一樣我把它顯示出來 好 像這樣子 好 底下這裡呢 我通通把它封起來 那封完之後呢 我來做分模面 我把分模面做出來 好的 那做出來之後呢 一樣去做模具分割 好其實 只要做到這裡呢 基本上都很輕鬆的 可以把它做完的 最後再去移動它去展示 好 像這樣子 我再把它隱藏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分割線 好 也把它隱藏起來 好 像這樣子 它的上下模就是長這樣 好 那其實也蠻輕鬆 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好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最後呢 這裡來總結一下 模具的入門篇 好 那其實模具呢 這邊還有相當多的指令 好 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以及有一些 很多的相關的知識 好 像是把模角等等的 這些問題呢 就不再入門篇 就沒有探討 好 主要是因為說 先要讓大家去了解到 模具建模呢 是怎麼做出來的 先有這樣的感覺 那後續呢 好 要深入的話 可以再去進行探討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介紹了一個 模具建模 它的工具 把它做出來的 那其實呢 如果要製作像這樣的 模具展示呢 或是 模塊的話 還是有很多方式 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好 像是用曲面建模 也可以做出來的 用曲面除料 或是說 多本體裡面呢 有一個布林運算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出來 好 像這隻烏龜呢 我就是使用布林運算 把它做出來的 好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好 那就像一開始前言所講的 好 那這邊是沒有去探討說 拔模角啊 等等的那些問題 或是縮水 等等的問題 好 這裡呢 最主要是 我們拿一個物件呢 來練習一下 模具的工具 模具指令呢 該怎麼去使用它 好 怎麼做出 分模線 分割線 或是 分模面 好 到最後的 模具的分割 以及最後的展示 好 先把這一連串的感覺呢 先把它練習一下 那等到你真的有興趣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來深入那一塊 好 這樣對學習是比較有幫助的 好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謝謝 謝謝